下面這個是考過的 也是輕鬆暗爽30秒 太陽表面有噴出一些高速的帶電粒子 我們叫做太陽風 太陽風一些高速的帶電粒子 大部分是一些質子之類的東西 然後這個高速帶電粒子噴到地球以後 受到地球磁場作用 下學期理化會教 電磁交互作用會偏向南北極 然後把南北極的空氣激發 就發光了 發光了 就叫做極光 aurora 極光 就是我待會就看到這裡 這個學測跑過 我有教 地球磁場 太陽風 其實課本並沒有教到的清清楚楚 但是我有教 所以我說我心中暗爽30秒 我的學生應該會 極光 就這裡 太陽 輻射 山安 南北極 極光 這麼來的 地球磁場 地球磁場 我有上 我有教 心中暗爽30秒 OK 好 讓各位欣賞一下一個挪威的極光 workspaceמ� 뜬著飛機 chi 싶 會操機會 祝我們 restaurant街去玩 宇宙 Clube編車 是延長的最right心的 冬闡雪球 S 巨大的 叫做天空的霓虹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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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宗都是白天 你看不到 所以你要早晚上去 所以要早冬天 北極是永夜的時候去 那南極就倒過來 南極就要夏天去 我們的夏天 好 就這樣 讓你了解一下 知道一下極光的狀況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